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7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对抗西方脱钩的战略 与经济内循环 这是一个经济政策和中西关系的一个综合性的话题 我先讲新闻,然后我们再来分析 我们可能是边讲新闻边来分析,因为这是一个蛮 蛮困难的一个议题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中共的表达方式和我们正常的 语言理解的 差异在这里面 那么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发了一个函,这个函是什么呢?函是 关于同意 建立国务院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布计联席会议的制度 它是 它是一个函,这个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国务院办公厅 发给商务部 有一个函 这个函是回答商务部 提交给国务院的一个报告 他是这么回答 他这么说 商务部 冒号 国务院同意 建立国务院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布局联席会议制度 句号 连续会议 不克制印章 不正式行文 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这就是一个函 这个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函是 首先有一个就是 什么叫贸易高质量发展 贸易高质量发展它是一个 故意讲的你 看不懂的意思 实际上贸易高质量发展 就是 抵抗西方和中国经济领域脱钩的一个整体战略 不过呢,他就不好这么说 不好说出来 不好说出来呢,他就怎么办呢?他就 给了一个大家都看不懂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叫 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 当然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当时这个背景,我先讲 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这个如火如荼,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那么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关系的恶化 它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什么? 就是中美之间的脱钩 愈演愈烈 然后持续发展 持续发展,现在看到的情况是 中国和西方,主要讲的是西方 西方国家开始脱钩 各种脱钩都在发生 那么中国实际上 和整个西方的关系正在发生 发生,我讲的是叫什么? 框架性的崩溃 就是原来的 原来有的政治基础 失去了 原来的政治基础 崩溃了 然后整个关系的框架 正在发生崩溃 那么这个崩溃呢 使得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失去了有力的支撑 大家理解一点 就是过去20年到30年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经贸关系非常的密切,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中国和西方的 政治上的关系 他们政治关系非常稳定 所以他的经贸关系也非常的稳固 那么当大家要知道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政治上的关系开始 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经贸关系毫无疑问也会出现问题 这是背景一,背景二 这个两会期间,两会就是5月份开,5月20几号开的 28号结束,开了,我印象中开了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的样子 那么习近平就提出来一个,提出一个什么呢?经济内循环的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既无奈又无能 什么叫无奈呢?无奈是没有办法 因为跟西方的关系正在恶化 那大家要跟你脱钩,跟你脱钩你不就得内循环吗 但是没有办法 其实是没有办法 那么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什么 改革开放其实就是现在中国 经济成果的因 中国现在的经济成果 最明显的一个数据 就是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 那么这就是经济成果 最核心的经济成果就是这个 那么如果失去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就是说你必须开放,也同时要改革 开放和改革 就是我们讲经济转型,实际上是整个社会 政治经济的转型 政治经济转型 就是 第一你要改,转型嘛你要改 然后同时要开放,开放什么意思,你必须 让资本进入你的经济体,同时你要把产品卖出去 这就是开放 开放其实目的是什么 就让资金进来,让技术进来 让市场资源进来 同时你把你的产品卖出去 获得财富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目的 所以改革开放是因 那么你现在得到一个经济,第2大经济体 是果 如果你失去了改革开放这个因,那你的果也不存在 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那么如果 中国真的失去了改革开放这个因的话 中国经济会 会掉下去 就是我们 中国经济就会,它不是回落的问题,它会坍塌到 可能它会坍塌到八十年代 这样的水平 就真的是进行内循环的话 这是背景二,背景三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低谷 那么处于低谷,那么经济负 就是我们就恢复 遥遥无期 那么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疫情的打击 疫情的打击 疫情对中国经济充其前所未有 这是第1个,第2个 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 发展到今天,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就讲 转型,所谓的转型就是你要持续的转 转到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的状态下来 就是你必须,你比如说 从计划经济 转到市场经济 你不能转一半不转了 转一半不转了,理解是什么意思呢?就结构性的问题,你还没转过来 结构有很多的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有很多的问题 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那它对经济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它的包袱就越来越重 所以经济成长性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这第2个问题 就是 结构性的问题 其实对中国经济的机体已经产生了伤害 那么 如果 开放这个要素失去了,改革已经没有了,现在 开放这个要素又没有了的话 那中国经济可能就一成难起 这背景三 背景四是什么 背景四就是5月28号李克强开记者会 李克强开记者会说了一番话,这个话和这个习近平的那个话呢正好是反过来 他这么说 李克强这么说,他说 关起门来搞发展行不通 中国坚定不宜走对外开放 不会也不可能改变 我们会继续扩大和世界的合作 会主动出台更多扩大开放的措施 开放对人来说跟空气一样 须于不可离 否则 就窒息了 他当然这话讲的不严谨 开放 对经济 来说就像人和空气一样 应该是这样讲 没讲完没讲完整 那么 这就是 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的11月19号 发了一个文件 在中国呢,做中国新闻的有两个功夫 三个功夫 第一个功夫 就是读新闻 叫读懂新闻 读懂新闻,读懂新闻其实不容易的 这是第1个,读新闻 第2个 开会 看开这个会,共产党的会多 但是其实这跟共产党没关系 管理就是开会 管理就是开会 你要做一件管理的工作,其实就是开会 开会 第2个开会 第3个 读文件 做中国新闻的三个基本功 开会 读新闻,开会 读文件 那么这里有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年10月19号发了一个什么文 发了一个关于推进 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这个指导意见就是有针对性的 针对西方的这种 脱钩的行为 就是脱钩的战略 它有一个 其实是一个对脱钩战略的一个反制 只不过呢,它不能把文件说 我们来要反脱钩,反脱钩好像不大合适 所以就搞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在这里面 那么这个文件呢,其实呢 它是想干什么呢 它是这么,我读一些关键的句子,大家知道它在做什么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推动商品和要素 流动性 开放 向规则等制动性开放的转变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个话就是 党八股 其实什么意思呢,党八股 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改从 制定规则 到建立制度 变成,我原来是制定规则 那么现在呢,我不能光制定规则 我要把这些规则变成一些制度 制度 制度化的开放模式 这个有意义吗,有意义 但是对中共来说 老实讲 中共的制度跟规则差不多 因为中共是世界上最不尊重 规则的政党 就是你想想 连宪法他都不尊重 制度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其实这个话就是拿来说的 然后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 大力优化贸易结构,推动进口与出口 货物贸易与 服务贸易 贸易与双向投资,贸易与产业协调发展 促进国内国际有要素,要素是市场要素 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这句话是有内涵的 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 那么其实他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就是 要强化 中国 中国的经济 和国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一种联系 纽带关联 防止脱钩 他其实就是 整体的战略就是防止脱钩 你不是要脱钩吗 我得抓住你 怎么抓住你 建立制度 建立策略 然后就 有一系列的方式,这个方式什么一带一路是一个方式 优化贸易结构,优化贸易结构我慢慢的讲 那么这里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他们的脱钩战略有三个基本判断 这三个基本判断是什么呢?第1个 中国的发展 主要是靠西方的市场资源 这个市场资源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资金 技术 市场 就这讲三个东西,就是 中国其实 这个判断对不对,这个判断挺对的 如果没有西方的资金,市场和技术的话 中国是不可能有今天 但是 但是中国现在的,它的基本盘已经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它不仅仅是依靠 西方的资金 市场和技术 它也依靠内部的 市场资金和技术,它也开始 把这个整个的全球战略,它也有个全球战略 所以 但是呢,离开了西方的这个市场资源,中国经济会失去动力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是西方的这个市场资源,中国没有了的话 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非常巨大 这是第1个,这个判断是对的 第2个 脱钩是解决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有效办法,是要降低风险 这个其实呢 其实 第2点 是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明白理解 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这次疫情 因为这次疫情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这个,我们叫医疗用品,从口罩到防护服啊,以前原来全部都是主要依靠中国 你想一下 中国是个 世界工厂嘛 那么这个供应链 大部分在中国 那个时候中国就不让出口 全世界都没口罩 那问题就来了 所以 然后中国经济的当时的阻断 当时中国是用冻结,整个2月份的冻结,整个2月份的冻结了 我们叫封停,中国整个2月份是全国封停 这个全国封停的后果是什么 大量依赖中国的这个产业链 也跟着瘫痪 这个一瘫痪,所有人都 整个西方的经济体就发现不行,我不能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这是一个 所以呢,要 解决医疗的经济体,就是 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一个方式,就是脱钩 脱钩是一个有效的降低风险的方式 就是 把在中国的供应链 挪到其他地方去 而且分散,不放在一个国家 现在很多 很多跨国公司他们的策略是什么 放一份放到越南 再放一份放到泰国 甚至放一份放到 墨西哥,都有可能 这样的话,分散风险 你别一lock down,我整个公司瘫痪了 有些换公司就这么消失了 这是第2,第3 只有脱钩 西方才能真正的和中国交锋 现在的局面是什么?现在的局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是我如果对你采取一些措施的话 我以后伤害我自己,因为我中有你呀 对吧 所以西方国家开始的脱钩战略,其实是解决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局面的 没办法理清楚政策 政策有效性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看法 所以这就是西方国家有三个基本判断 那么所谓的贸易高质量发展 它涉及的,我刚才讲的那个文件 它的那个建议 其实呢,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策略 第1个,市场多元化 市场多元化其实不是现在才提 市场多元化其实是在 2000年开始,中国就一直在推动市场多元化 就是除了出口 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主要是日本 美国 北美 这个 欧洲 这西方市场,西方市场主要是三大块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中国开拓东南亚市场,中国在东南亚市场非常的 开发的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非洲市场 还有就是南美市场 这其实几大块 那么这第1个策略就是 市场多元化,降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 第2个 经贸手段多样化更新模式 现在有互联网 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就推动多样化的贸易模式 贸易投资的模式,这是第2个,第3个 建立经贸平台 建立新的贸易政策 建立市场开放的模式,产生这种 政策效应 形成这种政策效应的吸引力 三个 就是三个主要方面的策略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 商务部,国务院办公厅今天不是批复了 商务部 提交给国务院的一个报告,就是成立这个部级联系委员会的 联系制度的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本身讲 讲的就是 我到底要干什么 那我们现在主体是讲,就开始讲 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部级 部级联系 机制是什么 他其实要做的事情 就是 几点 第1个 强化统筹协调 这第1个点 第2个 形成工作合力 这个他的职能 就是两点 第1 这个研究工作方案和重大政策 这第1点,第2点 解决协调解决 遇到的重大问题 然后 推进 事项 监督检查 其实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协调机制 这是一个协调机制 参加把这个纳入这个部级联系会联系会议 机制的有多少个部门,大家猜一下 非常夸张 30个部门 30个部门 我读给大家听一下 你都会觉得 非常神奇 这是一个经贸议题的 一个经贸议题的问题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些谁 商务部毫无疑问,商务部是做这件事情的 这件事情主办单位就是商务部 然后还有谁 中央中宣部 网信办 中央裁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外交部 法改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安全部都出来 司法部,财政部你可以理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可以理解 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我都可以理解,农业农村部 文化旅游部可以理解 人民银行可以理解 海关总署 税务总署可以理解,市场监督总局 统计局 你可以理解吗 国际发展合作署可以理解 银保监会 邮政局你可以理解吗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代购很厉害 然后这个网店很厉害,直接开到亚马逊上的网店很厉害 外货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 冒促会 进出口银行 进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30个部门 但是你可以看到 法工委在里头 外交部在里头 中宣部在里头,为什么,网信办在里头 安全部都在里头 他想干嘛 你想他想干嘛 然后这个司法部也在里头 你看这些都是 拳头部门 都在里头,外交部也在里头 这个组合反映的是什么 这个组合反映了 第一 这是一次全方位的动员 就是 他要动员全方位,动员他整个的 政府部门的资源 就是能够跟他有关联的事情 我全部都放进去 这是第1个,全方位的动员 第2个 这肯定不是解决经贸问题 解决经贸问题,你安全部跑进去干什么 网信办跑就干什么 你说中宣部跑进去干什么 司法部跑进去干什么 所以 这不仅仅是要解决经贸问题 这是解决什么 解决活命的问题 这是要解决活命的问题 这是第2点,第3点 这个联系会议,毫无疑问他制定的不仅仅是经贸政策 他会有 他不仅仅涉及经贸领域 他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领域 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国家安全部是什么 那就是 各种手段,这是各种手段,国家安全部 间谍 对吗,安全部搞间谍的 网信办搞什么,网信办跟中宣部搞宣传 搞宣传什么,编故事 编故事 网信办 中宣部 加上什么 加上统计局,这不就是一个局吗 现在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很多新闻 讲中国经济已经走出谷底了,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得很好 不就是中宣部加网信办再加统计局 干出来的事情吗 你可以看到很多 各个组合 形成的各种 各种事情 所以 他会用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这个手段,这个手段不仅仅是 经贸政策 有很多手段 你看 有知识产权局 我们把知识产权局 加上安全部 组合在一起 是什么 你想一下是什么 一个知识产权局 一个是安全部,他们两个 合作一下 会出现什么 美国现在抓的是什么 对吗 千人计划是什么,怎么来的 千人计划就跟谁有关系 跟 跟裁办有关系 中央裁办就有关系 跟知识产权局有关系 跟国安部有关系 对吗 这是 所以 第3点就是 制定政策,它不仅仅是涉及经贸领域 它涉及各种手段 各种手段,用国家力量 用国家资源,国家力量 采取各种手段 来干这件事情 就是 讲到底 没底线 第3个 第4个 这叫什么 用 用中共的这个党八股的 描述 这叫齐抓共管模式 或者叫集中力量办大事 或者叫 社会主义优越性 这就是习近平嘴里 嘴里讲的 社会主义优越性 我们有制度性的优势 讲的是什么 他能够调动 全 就是政府所掌握的所有的资源 来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经常讲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 通常讲的是什么 有两点 第1点 高估了他的实力 为什么会高估他的实力 因为他呈现出来的东西 比他拥有的 要来大的多很多 为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吹牛 谁在吹牛 中宣部网信办 在吹牛 所以他诚心要骗你 你当然 所以你被忽悠 你对他的误判是 高估了他的实力 还有一个 低估了他的决心 什么叫决心 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想我愿意投入的资源是多少 这就是决心 西方国家无法理解 中共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投入的 资源 比想象的要多得多 他为什么能这么干 因为他独裁嘛 他能够一下子掌握这么多资源了 他掌握这么多资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有些事情完全可以不管 西方政府他很多时候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每件事情都搞定 我搞不定的话我就有麻烦 对吧你比如说 我现在有八个杯子 比如说我一个政府 我政府就是八个杯子 这个八个杯子呢我必须都得盖住 盖住我才能够 应对 这个民众的要求满足民众的要求 否则我就麻烦 突然遇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少了两个盖子怎么办 我能把其他的盖子拿来盖这两个杯子吗 不行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拿这两个盖子去盖这两个杯子的结果是什么 这两个盖子这两个杯子没盖子了 老百姓还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只能是干什么 我只能去另外想办法找两个盖子来盖 这会有时间 会涉及到时间 会涉及到资源 我得跟大家讲 那我现在两个杯子没盖子了 我得花钱去买两盖子 买什么盖子 在哪去买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决策时间就很长了 大家就问为什么没有盖子了呢 你原来的盖子去哪里了,你给一大堆的解释 那你为什么要在他家买呢,你不在他家买不行吗 大家上来半天,最后 好 预算批下来 去买个杯子 给大家盖子回来 这是西方的模式 中国不是 中国其实八个杯子也是八个杯子,社会需求就是八个杯子 其实中国只有五个盖子 有三个杯子是没盖子的,没事 我不盖它,我就不盖它,没关系,老百姓没话讲 我就不盖它,我今天多了个盖子 这个杯子重要 我不盖在这三个杯子上面 我还是往这个杯子上盖 我把其中四个盖子全部盖在一个杯子上都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重要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决心 就是 他干这件事情,他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干这些,而且一定要干成 代价是什么 其他杯子没盖子 其他的杯子没盖子,你别光看见这个杯子上面有四个盖子 或者三个盖子 你就看不到其他的杯子上没盖子 其实你把整个图画一拉开一看 中共干的事情就是缺德事 什么叫缺德事 社会保障 烂吗,烂得一塌糊涂,你看看中国的社保是什么情况 他愿意把钱花在一带一路上 他愿意把钱花在这个吸引非洲国家的留学生上 他不愿意解决这其他三个杯子的问题 为什么 这就是独裁 这是独裁的本质,就是你既要看到他的决心 你还要看到他 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其实付出代价全部都是中国的屁民 所以不要很多很多小粉红 我们国家国力强大 我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你以为你不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想想有多少盖子没有盖上的 就这个问题 我 扯远了 所以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 这一头 就是做局的能力 做什么局 请君入瓮的局 就是忽悠其他人 入局的这个能力,这是第1个 第2个 就是没盖子我也没事,谁敢讲我就把他打死 就这两种能力 所谓 社会主义优越性 所以 这个组合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 第1 他要在这件事情上 投入巨大的资源 对抗西方国家的 脱钩 就讲的是这个 然后第2点 就是不择手段 啥都可以干 安全部都可以进来干 你想想看是什么情况 司法部可以干 要进来 干什么 对不对 好,继续 谁在分管 谁在分管商务部 副总理胡春华 胡春华担任这个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这个 然后是商务部 我读一下 召集人是 副总理胡春华 因为他主管那个商务部,然后副召集人 中山,中山是商务部的部长 倪岳峰海关关长 海关总署的署长 还有一个是高宇,高宇是国务院秘书长 那么 然后他那就是 我看一下 对,他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海关总署,国务院副秘书长,所以你看他 国务院副秘书长,为什么有国务院副秘书长做这个副召集人呢 国务院副秘书长他就可以 把各个部委的人找来 因为他是领导 副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国务院各个部委的领导 他 所谓的协调,一定要有人去协调 那秘书长 非常 非常适合 所以他们 在这些领域 中共已经非常的熟练了 非常熟练 联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 定期不定期的开会 然后这个 工作要求基点 第一,营造 营造政策环境 第二 落实工作任务和一定事项 第三,密切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然后要求这个跟踪督促落实 及时向 向大家通报情况,其实就是 就是 建立一个群,建立一个大群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 中国目前在他的对外经贸关系当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讲 七个方面 我们又超市了 七个方面 第一 出口 出口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一直讲过 出口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 一个经济体或者是一个国家 他真正的财富来自哪里 真正的财富来自于出口 除了美国,美国不靠出口,因为美元就是出口,美元就是 就是他的本币,所以美国 不用考虑美国,除了美国以外 全世界的经济体 他的财富就是出口,靠出口挣来的 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现在的情况就是 第1个 外资企业也好,私营企业也好,也罢 他们正在出现一个 遇到一个 非常极端的情况 第1个 产业链外移 这是第1个,这是从去年开始出现,其实不是去年 其实是从 17年18年就开始出现 为什么 中国整体的营商成本越来越高 营商成本越来越高,他出口 特别是一个低附加值的 产品出口,他就竞争力就不行 那怎么办,他就产业链外移 跑到哪里去,跑到东南亚 这是一个情况 第2个情况 去年中美贸易战开始 贸易战 一开打,其实很多出口到美国的产业链已经跑了 因为没办法,因为中美贸易战就是税收环境这么 不确定,你没办法经营 所以很多出口到美国的产业链 中美贸易战一开打就开跑 这是第2个,第3个 随着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关系,包括日资企业,包括台资企业 包括韩国企业 都开始跑 所以 外资企业都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产业链外移 这是第1头 第2头 外资企业的产业链外移,也带动了很多中国的私营企业开始产业链外移 这是第1头 这是第1块 所以中国的出口跑到了一大块 另外一块 今年3月份开始 中国复工复产 复工复产 其实很多工厂出口的工厂 很快复产 很快复产遇到了什么情况 西方国家疫情爆发 所以那个时候复工复产的这些中小型的出口企业 死了一大批 这损失非常的强 非常大 所以目前中国的出口主体 出口外贸企业 整体 非常的不好 我们就要四个字叫今非昔比 这是第1点 第2点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有一句口号,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初期 市场换技术 什么意思 请你来我这里 我这里有市场 你来做生意吧 能挣钱,因为在这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 你到这里来做生意,保证你能挣钱,因为市场需要 中国有14亿人口 市场非常的大 所以中国市场 市场魔力 中国市场有一股魔力 很多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因为 中国有14亿人口 中国市场魔力 其实 其实给中国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那么很多资金,技术,人才 这个都往中国跑 那么但是 中国 中国这种有魔力的市场正在开始失效 正在开始失去它的魔力 原因何在 第1,消费不振 第2 居民收入低 李克强说有6亿,一个月只有1000块钱的收入 中国有6亿人口 你想一下 这什么市场 中国有14亿人口 那么其中有6亿 这一大半,一小半 一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块钱,什么情况,那有什么事 这个市场有什么价值,你说说看 中国居民的收入 持续无法提高 还有一个国企 政府垄断 市场垄断 市场垄断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整个的营商成本非常高 然后就是 社会运营成本也很高 然后市场环境非常恶劣 市场环境恶劣是什么 招商引资非常好 注册啊,这些都非常好 就是你来 开办公司啊什么 进入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非常好 但是进去以后 就会发现 原来关门打狗 这门一关放狗 就开始放狗 就这种情况 这是第1 这是第2点 就是 中国的市场的魔力正在消失 这是第2点,第3点 在中国市场当中最急先锋的是两 两类商人 就是在中国市场当中发挥 非常活跃 积极 带动作用的 就是两类商人 一个是港商,一个是台商 但是你想一下 过去两年时间 一年到两年时间 中国 中国大陆,北京 在处理香港议题 台湾议题的时候 基本上把这个政策全搞翻了 这搞翻了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港商也好,台商也好 怎么会怎么样 跑啊 对吧 不就跑了吗 那怎么行 大本营都保不住了,我得赶紧跑啊 这是第2 第3个 第4个 我就是刚才讲过 这个风险意识 跨国公司现在 发现 一场疫情下来 供应院风险太大,我不能光放在中国 我可能会保留三分之一在中国 三分之二搬走 一个放在墨西哥 一个放在泰国 或者是越南 那就跑掉了三分之二的供应链了 第5个 政治因素造成什么呢,造成资金 技术 关键产品 那么对中国的这种封锁 那对很多中国的产业链,你比如说 芯片 芯片的 芯片控制一些芯片 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你看看这个火箭,原来中国火箭哪有听说过火箭失败的 从来没听说过火箭,你看这两年 去年到现在多少次失败了 什么问题 关键不见的问题 第6个 区域经济合作 新的贸易联盟 加上西方对华政策正在改变什么 正在改变国际经贸版 这个国际经贸版图 这个国际经贸版图 的形成 有一个共同点 排挤中国 那么中国在这个新的经贸版图当中 他的地位就开始受影响 这是第6个,第7个 中国经济开始回落,实力大不如钱,以前中国很有钱,为什么?出口很厉害 中国出口非常的厉害,强劲,强劲的出口能力 现在出口能力没那么强了 没那么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没那么多钱 你没那么多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没那么多话语权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这就是中国在 我们不说政治,我们就只说中国目前 和西方国家这个经贸往来,和其他国家经贸往来中 7个 主要的问题 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西方国家不打压你 不跟你脱钩 中国的出口 中国的经贸关系 都有问题 所以 其实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 非常困难的局面,就是中国的经贸关系,对外经贸关系,是个非常困难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机制 原因就在 那么 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 所谓的经济内循环 是一个无奈的 无奈的判断 就是和西方经济的脱钩 那么同时 中国又开始 做一些战略性的部署 防止出现这个脱钩 所以目前,从目前的情况下 进行事来看 脱钩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但是他的进程会怎么样,中国自己内部开始进行一些部署 这些部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会继续观察 好吧 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进入这个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好吗 然后就是 三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好吗 OK 好,鸣谢一下 谢谢,向默默付出的这个字幕组朋友表示敬意,也感谢他 为我们这个视频提供这么多的字幕,那我们,我经常 我经常觉得 怎么说呢,我是很想能够 能够 做一些安排 但是我现在没想好,大家有什么建议给我,就是对我们的字幕组 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敬佩之意 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大家能够给我一些建议,好不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请问老师怎么评价陈平这个人 谢谢 你讲的是哪个陈平 好几个陈平 可以 可以再具体一点吧,好吗,我知道好几个陈平 中春建一,谢谢,请王老师喝杯京都与智茶,谢谢 清凉解渴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也在脱钩,通过这次疫情 我们日本政府民间 都看清楚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友好 现在很多都要撤离中国,回日本或者是去其他东南亚国家 不知道王老师认为俄罗斯会不会与中国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脱钩 我知道 中国大量购买俄罗斯农产品 和能源产品,军品 谢谢 网友,网友答 俄毛子从来就没有把中国当过朋友,两国经贸量跟中美 中俄都不能比 就是一帮脑残老爱孝敬恶爹而已 谈不上脱钩,老毛子从来是背后捅刀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中日之间,日本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日本 在这次疫情或者是这次中美之间的摩擦当中 旗帜鲜明 站在美国一边,这个不意外 但是这次非常意外的是什么 日本的态度非常强硬 日本态度非常强硬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就是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仍然持续的在 他的周边的海域对日本进行 进行挑战 这应该是给日本很大的压力 那么日本很坚定很强硬 的原因,这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 其实日本已经看清楚这个局面 看清楚,一个看清楚中国的实力 另外一个也看清楚了美国的决心 所以日本这次就非常的强硬,原因就在这里 俄罗斯 如果仍然把俄罗斯作为中国的一个战略盟友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误判 我认为是这样 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中国 不是中共 也不是其他的中国的这个政权的 任何的 政权的盟友 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 其实就是 就是社区 没有别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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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有没有具体的势力来反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点 具体势力,我刚才还不够具体吗 八个杯子 很具体了 八个杯子就是 就是 就是其实社会主义优越性有两个特征 第1个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一个特征 这是被中共拿来讲的特征 但是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 社会主义优越性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2个 不办事也没事 就是我刚才讲有三个杯子 没盖子 也没事 其实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两个 这一面和这一面,就是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反面 就是啥事也不干 也没事 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但是这一面是中共从来不讲 就是你集中力量办大事修了个大桥 没错 但是中国的 中国的初中生 只有一半的中国初中生能升高中,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办完 没办过 大家知道吗,中国的初中生只有一半人,初中生能升高中 这就是中国的教育,基础教育 他就不办 为什么,他就干大桥去了 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去办大桥去了 就这个问题 谢谢,请美西喝姜茶 美西喝姜茶 谢谢,国内宣传美国防御做得如何差 顾且不论 就说我们澳洲总体算做得不错,除了维州 但是疫情带来了几千亿的负债和经济衰退的代价 只希望国人以一个正常的思维来看待病毒 带给世界带来的苦难 国内多少人还问病毒是从哪里来的 澳洲说一句独立调查就要被制裁 最近基本 微信上可读的文章 过几个小时就会被删 包括汇丰的声明 如果我们 疫情其实是这样的 在疫情的防控当中 世界其他的国家 有做得好一点,有做得差一点 比如在美国,有些州处理的比较好一点,有些州处理的稍微差一点 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情况 包括我本人,包括其他的西方媒体 没有人为做得差而辩护 做得差是不对的 应该做好 做好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 性命优天,人命关天的事情 所以应该做好 而且 这些人 做办事的这些人全部都是 拿工资,拿着纳税人的 工资去办事的人 没有人欠他们,也没有人求他留下 你要是干不好,你可以离开 或者你不愿意干,你可以离开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中国 面对中国这个各种宣传,我觉得根本不必去跟他去解释这些 为什么 因为你又不是为这些西方没做好的国家 合理去辩护 你为什么,应该是谴责,一起去谴责他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为什么要求他用正常人的思维,他本来就不正常 所以你要求他用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这些事情 这是不可得的,这有原目求余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不必再去纠缠这件事情 因为他不是正常的思维 所以就不必跟他 去纠缠这些事情 好不好 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再讨论了,好吗 谢谢,王老师辛苦,喝一杯日本清酒,好的 谢谢,请王先生喝杯清茶 说个情况 前阵子北京新冠问了家人,朝阳区等地完全没有检测 朝朝一阵子就说算了 观点 同意中春桑对中美关系的观点 这次疫情耗尽了日本 上上下下对中国的好感 我清楚的记得当年反日打杂的时候 日本同事跟我们谈起这个事,说了句别担心 我们是成熟的国民,不会干这种小孩子的 的举动 情况 我们行 我们行业里一家公司在中国开场 后来想搬回美国 中国政府说工厂可以搬走,但是所有的设备必须留在中国 提问,内循环是中共放弃改革开放的结果 还是西方与中国脱钩的结果呢?还是两者都有 内循环肯定是以中国 放弃改革开放为开始 为开始 然后 再发生了中国和西方国家 开始出现的脱钩 最后 变成的结局 就是内讯 情况加提问,据《立场新闻》和《经济日报》报道 林郑将与行政会议后 宣布将立法会选举推后一年半载 请问王先生 他们是疯了吗?嫌美国的制裁来得不够快吗?美国就一直在观察选举状况 才决定最后制裁名单 现在这么干,不就是递刀子给美国,请他们快点干吧,谢谢 他们不疯啊 他们没疯,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 处心积虑在干这件事情 就是 你想一下,林郑他们不能接受,或者是 港澳办也好,中联办也好,特区政府也好,他们不能接受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民主派在立法会选举过半,席位过半 如果席位过半,他不可接受,为什么 因为席位过半意味着 政府的所有政策都通过不了 那后果很严重,这是第1个 第2个 以现在的香港的民意来看 如果立法会马上开始选的话 很有可能发生习惟过半 这个局面 所以民意的局面他接受不了 选举的结果他接受不了 所以 对他们来说,要么就大规模的DQ,把这些参加选举的这民主派 DQ叫disqualify,disqualify就是取消他的选举资格 如果他 他在 他在选举过程中大量的取 取消这个民主派候选人的资格的话 那西方国家肯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 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成本比较低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把疫情搞大 你看现在他们那个什么,我看的新闻 说这些中国的这些船靠岸之后 这些人都 不检查,直接让他们上岸 那就是 就是 就是疫情,以疫情作为理由 把选 选举推迟,这是他们一直在 处心几率在做的事情 他们没有封,他们这是处心几率要做的事情 提问 今天有消息说,胡春华下一届将接班李克强 您之前评价过江湖习 能不能评价一下 下一届的陈敏儿和胡春华 据说胡春华很优秀吗 因为是北大毕业还是他老 家是高考专业 陈敏儿跟胡春华这个传言从去年就开始有 我不觉得现在是讨论这两个人的时候,为什么 因为 我没有听到 我只是看到现在海外语这个传言 所以胡春华怎么样,胡春华 能力如何 胡春华是团中央书记出身 属于团派 会用一个团中央书记去借另外一个团中央书记的可能性 我不觉得很大 胡春华的风评 胡春华没什么风评 就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 没有太多的风评,市场上对他的评价 很模糊 胡春华的风评 胡春华没什么风评 很模糊的一个人 所以我不觉得 他是个很 很突出的人才,我不觉得他是个很突出,陈敏儿就更不是 陈敏儿 这个时候传出他来,当然肯定是有原因的 但是我是没听到 好吗 情况 我国内的朋友圈目前没有受任何影响 我承认朋友圈里几乎都是吃国家饭的 他们是最后受到波及的一批人,对别人的处境完全没有同理心 是真心赞同体制的,而且 觉得现在比以前进步多了,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 和思维方式的权利,井水不犯河水 哪是这样的 就算你朋友圈里面 不全是吃国家饭的人 你也不一定看到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 朋友圈是拿来干什么的 朋友圈不是拿来诉苦的 朋友圈是拿来晒的 他能晒我今天捡工资吗 不能吧 除非他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 那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他真的跑到朋友圈里面讲 我失业了 那是他是不准备在这混 所以朋友圈你不会看到 就不算是吃国家饭的,你也看不到太多的 不好的情况 观点,中国既得利益者没那么多,只是有很多人自认为是既得利益者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很多人为什么要把自己 放到既得利益人群里面去呢 就两个因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以前有个 有个题目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经常干这种事情 分析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视频来看 他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就是他把自己列为我是既得利益者,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 很多这样的人 他口口声声的讲 我是既得利益者 我要支持政府 我要支持政策 因为我获得了既得利益 那么他是不是既得利益,如果从大范围来说,当然是既得利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你没有今天 问题是 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 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措施 为什么你不能成为一个 真正的国家呢 如果你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正常的国家 你已经变成 变成新加坡,变成香港,变成这个 变成台湾,变成这个韩国那样的发达水平,不好吗 你为什么要搞一个改革开放这件事情,你去感谢改革开放干什么 你不需要感谢改革开放,从1949年就应该改革开放了 为什么要等到1978年,大家都饿肚子饿成那个样,饿死那么多人 才来改革开放 你不讨论这些问题 你讨论这个有什么意义的,没有意义 所以 所以很多 我们讲就是 他们把自己列到这个既得利益者,其实是寻求一种 心理上的安慰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他觉得是既得利 他跟那个当权者在一起 他觉得更安全 就这种 情况,我的中学朋友圈以下岗国企退休人员为主 大学 朋友圈以体制内退休人员为主 他们完全是两个对立的人群 退休金一个月2000多 一个月过万,所以月入过万的几乎都是老粉红 OK 提问,为什么大陆人这么 再怎么努力挣钱,也赶不上猪肉涨价 都幸福不? 都幸福不了 你知道答案你还问我 是吗,你说 钱都给政府拿走了吗 所以怎么挣钱也 赶不上猪肉涨价 观点,中国宣扬的低人权优势,我看是低人权陷阱 经济发展,企业家庭和个人创造的财富被大量的剥夺 消费能力这么多年没有匹配的增长 还折腾高房价,榨干每个家庭的手上的收入 现在关键时刻,政府又不救助,老百姓 消费能力枯竭,经济重启乏力,内循环更是不可能 宣扬低人权优势的人 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 低人权哪是优势,低人权是惨状 那是血淋淋的现实 低人权是血淋淋的现实 你去看一下什么叫低人权,你一定要去那些血汗工厂看一下 你要去看一下天桥底下 你要看一下那个什么70多岁8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剪纸皮过日子 那些那些小孩子没有人管的孤儿 那些就是你去上网看一下很多这些人间悲剧 一场 一场病就摧毁一个中产家庭 多少这种 这种情况 我今天看到一个 视频 有个人在塔吊上面上吊 你得多怨恨才会在塔吊上吊 这就是低人权优势 所以低人权没有优势 鼓吹低人权优势的人都是什么 丧尽天良的人 才会鼓吹所谓的低人权优势 我一看到低人权优势这个 我就火冒三丈,我告诉你 提问王老师,朝鲜也是独裁政权迫害人民,美国为什么不推翻 问川普总统去网,别问我 我不答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怎么答,你说我怎么答 观点,现在香港的疫情很大情况是港府 中联办有意而为 就是为了推迟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没错 我认为就是这样 这不是阴谋论 这是真实的 提问,最近南方暴戏的南风川发文 署名是秦硕 直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开历史倒车 拒绝改革开放的路线 该文随后就被全网封杀 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算是党内部分人对当前形势不满的表态 秦硕 秦硕 秦硕算党内吗,算党内 那么 秦硕写这样的文章很正常 这个 全网封杀也很正常 中共基本上的反应就是这样的反应 党内会有不满吗?党内很多人不满 党内很多人对现实不满 中共党内对现实不满有三种人 第一 既得利益者不满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他在香港有资产 你一下子把香港搞成这个样子,他不满吗?他一定不满,因为他的利益受损 你比如说有很多 很多做生意的人 他生意 本来好好的,经济形势烂成这个样子 他根本就要破产了,他会不满也不满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政治上 失忆的人 其不用他,靠边站 就靠边站,他讲的话也不听 他的话也就封杀 他不满吗?当然不满 就是不同意见的人 不满 所以 党内有很多的 很多的不满的情绪 中共党内 请问王先生,黄金的 巨猛增长是否预示着要发生热战 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联吗?我看不到他们之间有 逻辑上的关联 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你可以去看一下历史上的数据你就知道 黄金价格的上升跟热战没有必然的联系 提问 中国是否属于政教不分的 国家或者是 类似于政教不分的国家,另外政教不分的国家是否 军事国家特征不明显 其实不叫政教不分,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国家 有点像吧,就是 中共把党政不分嘛,党政不分跟政教合一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这是有点类似的情况 国家特征不明显 国家特征不明显不一定是政教合一国家的 特征 他只是 国家特征不明显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不尊重制度 就是改改去 你想一下 任何一个国家,节假日是固定的 不会今年的节假日跟去年不一样,不会的 圣诞节是这一天 圣诞节是这一天,元旦是这一天,每个节假日一定是固定的 只有中国的节假日是不固定的,为什么 中国的政府根本不理解,节假日就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 所以 你见过任何一个国家 没事就修改宪法的,没有 中国没事就修改宪法,中国的宪法修改了多少遍 修改宪法,修改宪法是什么意思 就是国家 国家特征不明显 宪法写下来 一个字都不能动 这就是宪法,这就叫宪法 中国的宪法改了多少遍 中共不尊重制度 所以中国的特征不明显 政教合一的国家 他的国家特征可以 不明显,也可以很明显 它可以很明显 所以 不一定是这样 观点,把中国的渔民和共匪分开是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恐怕会误导美国的对 欧美的对华战略 OK 听到了,情况新疆朋友反映 封严到户了 入户门 贴封条不允许送会 吃粮靠组织采购,价高,三天一次 说如确须出门提前申请 我问老人疾病 脑梗心梗,如何提前申请 他说那就自求多福,看命吧 我说规定简直够差劲,他说是的 前几天还封小区,后来封楼,现在直接封户 为了消灭病例,简直是毫无人性,这就是 这就是人道灾难 就是 他的这些针对性的政策 就是为了解决他认为的清零的结果 他做的这些政策 产生的 次生性的人道灾难 比灾难本身 更严重 这就是中国的事情 好了,我们最后再读一个吧 我们又超时了,最近老超时 提问,请问王舍怎么看东欧也开始对华强硬,开始关闭孔子学院和禁止华为,东欧一直都是在中国面前很软弱 像匈牙利,捷克,波兰,为什么开始改变 为什么他们改变 因为他们最了解中共 他们最了解共产党 首先他们了解共产党 他们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做事的 东欧这些国家 所以 但是为什么以前他跟中国的关系好 给钱啊 中国给钱啊,给钱给他们 所以他们嘴巴 嘴巴上肯定要卖点口乖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强硬了呢 钱给少了 钱给少了,那么就不必卖嘴乖了 所以就开始 而且 东欧的这些国家其实 他们更亲美 为什么 东欧这些国家更亲美的原因是因为东欧这些国家更靠近俄罗斯 当他面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的时候,他需要美国的支持 现在中美关系翻脸 你觉得 这些东欧国家会不会跟中国翻脸,一定是 比西欧翻脸的还快 原因就是第1个,他更了解共产党 第2个 他依靠美国的支持 好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最后鸣谢一下 谢谢 赞同低人权优势就是丧尽天良,是的,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请кое Wade 下 aqui 下ей